在这里举办了一场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为的就是给这一群返乡青年一个机会 透过梦想种子实现在台东土地上的方式 鼓励台东年轻人对家乡抱持梦想 并且一步步的向前行 高兴了大家今天来到刘正豪立委2016年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成果发表会 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其实我是第一届的那个获奖人 真的很高兴呢就是去年有这样的机会呢 可以参与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 然后我今天待在这里我要开始看到第二届的朋友 有一种一直不断扎根的感觉 然后各位伙伴 那么这次呢很高兴也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能够代表我们的这次的评审团呢 来这边来看大家的情果展 那么委员啊有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善心逼曲 那么让我们台东的小朋友能够往下扎根 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 我们小时候学作文他会写说 如果我是一位校长如果我是一位老师 如果我是一个大学生等等 我写如何如何 我不会常这样 因为我年纪已经很大的时候 我也常想说 如果有一天我应该要做什么事 如果有一天我应该做什么事 那在2015年的年初的时候 我突然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就是说我不能再写那个作文 周中果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的我 就算我们不要太妄自菲薄的话 我们真是拥有一点点的能力 能够为我们周边的人来做一点什么事情 我们期待明年的第三届有更多的好朋友来参与 这一次的资助计划由五组的得奖者 陈俊良以崭新的数位来模拟重建不复存在的旧台东水泉处洞洞 另外悲男族女孩杨婷瑜则是具有影视专长 也记录了这个夏天剑河部落的重要祭奠 通过成果发表会 看见部落青年用尽心力来跳最真实的舞蹈 也期望用专长来结合对部落教育老建筑的关怀 东台讯文部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